大家好,那么这节课咱们来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 就是说一会儿咱们要对比一下咱们的神经网模型和一个Soft Max分类器模型 看一看它俩的表达效果谁更好一些 然后咱们一会儿要做这个事还是蛮有难度的 也就是说一会儿我会构造出来这样一个数据集 这个数据集看起来比较难分 咱们首先先来去看一下咱们一会儿要使用的这个数据集它是长什么样子的 那么关于这个数据构造的代码咱们就不说了 都是一些可视化的操作 也就是说咱们通过这个图来看 也就是说这里我构造出来了三类的样本点 我们看有这样白色的还有蓝色的还有红色的 三类样本点每类样本点各有一百个 那么也就是说现在的数据集上咱们现在有三百个点 要对这三百个点做一个三分类的任务 但是大家来想就是说一个三分类的任务 看起来好像挺简单的 不是简简单单的就分成三个类别吗 但是咱们来看一下咱们现在数据的分布的这个规则 我们你看现在这个数据是不是呈现出一种 像是一种环状的分布规则 那么这种环状的分布规则 是不是说咱们现在拿这么一条线 或者说你拿那么某几条线 想把这个数据给它切分的开 不见得出来那么容易吧 你想拿一刀切开两刀切开甚至五六七八刀 你都不见得能把这个数据很好的分成三个份吧 那么也就是说咱们现在这个数据它不是一个线性可分的 那么对于这种不是线性可分的数据呢 咱们先来看一看 用咱们这个SoulT-Miles分类器咱们能不能来做这个事呢 关于这个代码 其实跟咱们刚才讲的神经网络都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咱们可以来简单的再给大家导顾一遍 就是说还是先初始化了一个W和B 然后对于这个W和B咱们还是加上了这么一个正则化惩网项 在进行循环迭代的时候 咱们就是先进行全项传播 WS加B得到得分值吧 再对这个得分值进行了一个规一化的操作 就是说把得分值转换成一个概率值 转换成一个概率值之后 咱们是不是就可以计算出来它的一个Loss值了 有了Loss值之后 咱们就可以来玩反向传播这个事了吧 也就是说跟咱们神经网络这个求解的模型差不多 只不过说咱们现在 我给大家画一下吧 只不过说咱们现在的模型就是一个WX加B 然后在这块做了一个规一化的操作就完事了 不像咱们神经网络它是一个橙色结构 还有一些激活函数等等 它只是通过这样一种简单的结构来去求解这样一个分类的任务 那么对于这个前向传播加反向传播 咱们求解完之后 咱们是不是就得到了最好的一组模型参数了 那么咱们一会儿就可以拿这一组最好的模型参数 咱们来去画一下这样的一个决策的边界 这个代码只跟咱们之前讲的这些神经网络 由于差不太多 那么这里咱们就不在每一个代码再给大家细说了 咱们主要让大家就是说从一个直观的表达上去看一下 咱们的这个SoudMath分类器 对于这种对于这种线性不可分的情况下 它能够表达的多好呢 咱们来看一下 好下面我就来运行一下 咱们来看一下结果 这个结果太快了 因为咱们样本点比较少 所以说它一下就出来了 咱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在这里 我是每100次迭代打印了一下Loss 第一次是0 我们看最起始的Loss是等于1.096的吧 那么第100次是0.78几 那么后面咱们看 就是说后面来说 是不是说这个Loss就不往下下降了 也就是说咱们现在会达到了一个趋于宝和的状态 为什么会能达到趋于宝和的状态呢 咱们从这个图上来看一下 咱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咱们现在的决策边界是什么样 咱们现在的决策边界 是不是说把咱们的图像分成了这样三等份 不是三等份 分成了三份 每一份代表一个类别 咱们来看 就是说不管你是怎么样对这三条线进行什么样的组合 无论你是怎么样用一种线性的方法来进行一个切分 咱们的这个数据永远没办法让你切分的非常好 也就是说你线性的操作在咱们的这个数据级上 一个环状的数据级上 它没办法表现得太好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一个条件 就是说咱们是个环状的数据 它是线性不可分的 正是由于这样 所以说它这个Loss值 就是说咱们看第0次的时候还是比较大的 第100次小了一点 第200次不变了 后面都不变了 也就是说呢 无论你在怎么摆了这个线 它永远不会使得咱们的模型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那么这个也就是说一些基本的线性问题 基本的一些线性分类器它做到的一个程度 也就是说线性分类器一般来说 对于这种数据来说 它表达效果就不见得会很好了 这是要给大家说明的一件事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就要看看这个神经网络 它能不能够帮咱们把这个模型玩得非常好呢 咱们接着来看一下 这里接着给大家画一下 就是说神经网络相比于咱们这个线性模型 多了什么东西 一方面来说 咱们的神经网络它是一个层次的结构 比如说这是L1 这是数据层 这是L2 这是隐层 这是L3 它是一个output的输出层 那么在这里咱们是不是说 咱们这块只是一个WS加B 咱们这块有W1还有W2 通过多组权重参数来共同控制着 咱们最终效果的一个模型 然后还有什么东西比较重要的 在这个L1层上它只是一个层吗 在这个L1层上是不是说 我们的数据来之后 先经过一个全连接的操作 然后再经过一个激活函数的操作 比如说这块有个软路函数 有个SIGMO的函数等等 一些非线性的函数 把咱们的神经网络也加 咱们的神经网络当中 也加上了一些非线性的函数 也就是说正是通过这些非线性的函数 使得咱们整个神经网络 表达出来这样一种很强大的非线性 那么下面咱们就来看一下 咱们只是用简简单单的 这样两层的神经网络 再加上咱们一个激活函数 咱们来看一下 咱们的这种网络模型 能不能够去拟合咱们这个 线性不可分的数据集呢 关于这个代码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唯一的区别就是说 咱们在这里 看看在哪里呢 找一找 咱们唯一的区别就是说在这儿了 就是说咱们反向传播的时候 咱们要多了一个什么 咱们多了一个软路层吧 所以说咱们在计算的时候 要算一下从咱们的 从咱们的这个L3层 到咱们这个L2层的时候 咱们不要忘了 它是先到软路这个层 再到这个全连接层 就是说只是简简单单的 多了这些东西 其他呀 跟咱们之前所讲的 应该是没有什么 不能说应该 就是没有什么任何的区别 咱们的Loss 就是一个DataLoss 加一个咱们政策化Loss 然后最后呢 咱们就通过反向传播 不断去求解 那么下面咱们就来运行一下 看一看咱们这个神经网络 它能够表达出来的一个效果 我们一看就是说 一个现在明显效果是什么 一个明显效果就是说 咱们网络迭代 好像比之前慢了一些吧 也就是说神经网络 其实相对来说 要比咱们传统机器学习算法 要复杂的一些 所以说呢 它在迭代计算的时候 会稍微慢那么一些 这里咱们只是通过一个秒来看 好像慢了两三秒 其实呢 咱们要训练一个很大的神经网络 咱们需要花费很大的时间代价的 咱们先从这个Loss来看一下 就是说咱们之前 那个线性的什么样 不是线性 就咱们刚才那个分类器的什么样 咱们刚才那个分类器 它是不是Loss一开始也是一点多 然后0.7G 然后一直是0.7G 咱们再来看一下 对于咱们这个神经网络来说 它是不是Loss值下降的 不能说是更快 它是一直在下降吧 一开始是1.0G 0.7G 0.6G 0.5G 0.4G 它是处于一个不断在下降的趋势 也就是说咱们神经网络 它表达出来的效果 要比咱们刚才所说的 Soft Max那种分类器 表达出来的效果要好的一些 咱们通过这个Loss先能看出来 那么下面咱们再通过这个模型 来实际的看一下 那么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模型 就是神经网络 给咱们表达出来的一个效果 我们可以看 神经网络不像咱们之前线性的 是吧 很一板一眼的 一条线 一条线 再一条线 它是带着很多的曲线 所组成在一起的吧 我们可以看 这有很多个波浪 每一个波浪呢 可能代表一个小的曲线 再把这些小的曲线 总共给它们组合在一起 就完成了咱们这样一个决策边界 也就是说 咱们看这里 这里我看定义了一个H等于100吧 定义H等于100呢 就是说咱们定义了 咱们中间层的神经元 有100个 由这100个小的神经元 共同去决定 你一个决策的边界 大概是长什么样子的 也就是说咱们神经网络 由于咱们神经元的个数比较多 所以说它能够呈现出来一种 很强大的飞线性 在咱们的图上 也是很好的给大家体现出来了 咱们一看 把这三类点 基本上是分类分的很好 跟相比于咱们刚才所说的 那个分类器来说 是不是说咱们神经网络 要稍微的 不能说稍微的 咱们神经网络 要比它强大的多呀 也就是说咱们神经网络 不光是一个层次的模型 它还能够表达出来 非常强大的这种飞线性 这种飞线性呢 在拟合咱们的数据的时候 是非常有帮助的 可以帮咱们分类出来 很多对这些线性分类器 找不出来的点 就是说能够使得 咱们准确率会很高的 一方面使得咱们准确率高 另一方面它有没有什么问题 咱们来想一想 就是说咱们神经网络 是不是说对于每一个点 现在来说 对于每一个点 咱们都要给它考虑进去 假设说现在有这样一个点 来看一下吧 假设说咱们现在 这块有一对圈圈 这块有一对叉叉 然后假设说 这一块也有一个圈 咱们神经网络会怎么办 咱们神经网络是不是就这么玩了 认为这边是一个 这边是一个 但是大家想一想 其实按常理来说 这个圈 它是不是正常情况下 应该是个叉啊 按它的一个表现规则来说 那么也就是说呢 一旦咱们的训练样本当中 不是那么纯 存在一些错误数据 或者是一些不是很好的数据的情况下 咱们神经网络为了去拟合这样的数据 会把咱们神经网络的模型造的非常复杂 其实呢 大家看 神经网络直接这样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了 它为了拟合这个点 它是造了多大代价 造了这么大代价 认为这些点呢 也都是属于圈圈的 所以说 它犯了一个叫做过拟合的错误 也就是说 咱们现在的神经网络在训练数据级上 会表现得很好 但是呢 在测试数据级上 就不见得表现很好了 比如说这块 我有一个问号 这个点 那么大家可以从图上看 其实它离这个叉叉更近一些吧 也就是说 它是叉叉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但是呢 神经网络肯定会说 它是圆圈的 因为这块有这样一个点 使得咱们神经网络 为了它多走了这么多东西吧 也就是说呢 咱们神经网络会存在一些 过拟合的现象 这个也是 咱们神经网络的一个 小的 不能说小的弊端 是咱们经常面临 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那么刚才 就是给大家 简单的对比一下 咱们线性分类呢 跟神经网络的一个区别 那么可以感 大家也是可以感受到 咱们神经网络 还是非常强大的吧 咱们神经网络的一个区别